就在刚刚官方发布了国服地铁实战视频 快喊你的游戏搭的来看看跟国际服有什么不同 首先地图有所区别 看画面并不是照搬国际服 而是基于山谷地图改造的 其次是装备系统 国服为了跟国服区别开来 直接整了个七几套 这外观确实比六几套要帅一些 而且还加入了盾牌系统 这玩意我看非常适合老六合嫖仔 其他地铁里摇车 物质模型 撤离方式 天赋加点 跟国际服一样 最后官方还承诺 不售卖装备和保险箱 整得自己好像很良心似的 这么看来国服跟国际服确实有点区别 那么兄弟们 你们会玩国服吗 还是继续留在国际服 欢迎留言评论